因为我们的粉丝里很多是要看这F1 要是想获得这VSIPAN的签名有可能吗 你心目中什么运动跟高级腕表结合的最紧密 腕表流行力 天收接地气 你也看到了啊 F1 今天咱们就看看跟F1结合比较紧密的腕表 它今天展出了什么东西 走 前年我们去任务表展的时候 抽空去了一下泰克花雅的博物馆 在那里看到了泰克花雅历史上很多重要的款式 很多都跟赛车有关 但是特别遗憾的是什么呢 看展的时间没有吃饭的时间长 所以那是最大的遗憾 现在好了 泰克花雅把很多当年跟F1 跟赛车有关的这个标款都拿到这里来了 今天我就可以踏实实地跟大家分享一下 咱们先看看这款Dashboard的计时器 玩车的 尤其是玩古董车的话 对这个造型是应该是非常有感觉的 特别清晰易读的这种数字石标 还有表针 包括小表盘 底下的操作按钮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装在车上的计时设备 这个就表明了泰克花雅在车用计时方面的独特的地位 旁边这款泰克花雅的MicroGraph 在当年已经实现了1%计时秒 可以说甩对手的好几条街 这就是泰克花雅在计时马表方面的地位写照 先看看这个 这个也是Dashboard的计时表 旁边这特别有意思 表款我一说明你就知道了 这款叫Otavia 听点熟吧 Otavia就是Auto和Aviation的合并的缩写 顾名思义 又是给玩车 又是给玩飞行的设计的 这个是60代末的设计 不过说实话这个造型拿到现在也非常的优美 黑色的表圈 反色熊满盘 还是挺棒的 所以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泰克花雅 现在还在发行的Otavia 这给你看看啊 这个很不齐啊 这块小计时表呢 它是泰克花雅的卡莱拉系列诞生的前身啊 这个看似的像个正装表一样 但它实际上是个马表 还是那么优雅 不过你仔细看表盘的话呢 表盘上有一些精细的刻度 有些刻度 甚至是红色的 就彰显了红色所代表的那种精准和素地 不过这款表呢 确实也奠定了日后卡莱拉的风格 或者说奠定了泰克花雅在技时马表方面的风格 现在咱们闪回到现代啊 说泰克花雅的运动技时卡莱拉 给你看看卡莱拉的初代目就是这样 怎么样 让我说对了吧 还是特别兼具优雅风度的精密技时表 卡莱拉这个名字怎么诞生呢 大家已经熟的不能带熟了 当然你也知道汽车还有还有一个比较 也用这个名字做了一款传奇的跑车 两个传奇 好东西一个接着一个啊 这又是一款特别值得说的 不过你也看出来了 这就是当年的初代的莫拉克 也就是斯蒂夫·麦库 他在极速狂标里带的那款莫拉克 顾名思义是用的莫拉克大奖赛的名字命名的 这款表呢有很多说法 其中我估计你也知道啊 它是世界上首款方形的 带有防水功能的机械表 而且呢它在赛车行业 它引起了一次风潮 从那开始很多赛车手流行带方形运动表 这里边既有这个莫拉克大奖赛的魅力 也有斯蒂夫·麦库好莱均明星的魅力 不管怎么说方表 方形的运动表 方形的计时表 自动计时表 从此开始流行开来在赛车圈 这时行头啊 斯蒂夫·麦库同款 刚才我说这些啊 估计你们作为泰克哈雅的粉丝的话 已经耳熟能详了 那怎么办 我跟你说点 我在博馆看到 但是呢被披露出来的东西比较少的表款 走 这款呢 你看也是一款秒表 精度是十分之一秒 不新鲜吧 不过它带有追真技时功能 这就为后来泰克哈雅开发它的高复杂的追真技时 这是找到了它的历史的基因 这有意思了啊 这应该叫成功之表 或者叫赛车手的幸运服 上次我们节目里说过啊 泰克哈雅先生当年啊 跟法拉利车队关系那是相当的密切的 我记得呢 法拉利车队希望采购一批计时装备 泰克哈雅先生说没问题 我给你做就是了 然后泰克哈雅先生还送过这些参赛的 法拉利车队的F1车手 每人一块金表 这表格本来都是金的啊 你也知道啊 法拉利车队那是长盛车队啊 法拉利车队车手冲线的时候 把它带着金表的手举起来 被摄像头捕捉到了 于是成功之表或者是幸运服 就这么流传开来了 你可能会问了啊 那么现在这个成功之表还能买到吗 还真有 这就是去年初的 我们也介绍过啊 卡雅拉的经典复刻 复刻的哪款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款成功之表 或者是护身服幸运服 当然那个基辛呢 是已经做了重大的升级了啊 这个基辛是泰克哈雅的 CH02基辛 具有集成自动上显的功能 有驻轮功能 超长的80小时动力 作为计时码表啊 动力达到80小时 那是相当牛的呀 现在的新的资产基辛的这个入门标准是70小时 可是呢 护身作为计时码表 它的动力达到了80小时 可见它的功力不是一般的啊 造型还是很经典的卡雅拉造型 强烈建议你来试一下 哪怕沾沾喜气也行啊 这里边的Skipper还有卡雅拉的熊猫款 这个我们在介绍日马表展的时候呢 已经有介绍了 这两款绿的呢 咱们就顺便说一下啊 这是在迪拜中表周的时候展出的新款的卡雅拉 这个特点一个是绿盘 另外一个就是把济世马表跟托菲伦结合起来的这款啊 另外一款呢 只看到一个小表盘 你会误以为这是一个大三振 但是呢 你不会忽略这个2点位和4点位的按钮呢 没错啊 这就是卡雅拉的马表 但是呢 为什么它只有一个小表盘 据说啊 很多人喜欢这种绿色的表盘 不如把这个表盘弄得简洁一点 突出这个绿色 你觉得怎么样 这两款表啊 它跟中表史上的时营危机有关系啊 这款全金属的 这是泰国花雅对于当时的市场 对时营表需求的回应 另外这款撞色的表 你仔细想想啊 如果放到现在 如果它做成这样 撞色的表壳和链带 时尚的材质 加上清明的价格 没错 只不过泰国花雅没那么走就是了 这是它的初代的F1系列 下面咱们看看后来的F1系列变成什么样 撞色的表盘和表圈 链带呢有点像领袖型链带啊 总统链带啊 这个呢 就是构成了泰国花雅F1系列的一个 比较突出的特征啊 里面还是这个计时的 不过它是更精准的实用计时 不是机械计时的 加上很亲民 泰国花雅的F1系列 一直是伴随着F1运动到现在到今天 旁边这两款更有意思了啊 这款呢 我们叫赛纳 可是呢 这并不是说泰国花雅为赛纳做了 反过来了 泰国花雅这个属于Link系列啊 SEL跟奔驰那SEL有点相似之处啊 S是运动 EL是Elegant优雅 所以这款很优雅的运动表呢 摆在这儿 有一天赛纳看到了 他看到以后 这不就是我的表吗 上面还写着我的名字 据说这个字母啊 跟他那名字有关系 但是他这个到底怎么写的 我也看不清楚啊 赛纳就认定这款表是他的表 从这这个表 在后来赛车界呢 也开始流行起来了 这属于Link系列啊 旁边这个6000 我认为是我个人 从审美角度来说 最漂亮的一款运动表 因为它具有了那种 很现代的设计 很明显是受到70年代的 那种比较潮流的设计 但是呢 又没有离开高级指表的 这个设计根基啊 甚至于我们现在讲 整体的设计啊 爆款的这个设计秘诀啊 在这个表身上都有 所以呢 这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表 是6000系列 我不太确定 现在还有没有卖的了 蒙的这个名字 作为泰哥豪雅的粉丝 应该并不陌生啊 但是呢 这款蒙的比较特殊 因为它的表壳 是锻造碳 机芯当然是泰哥豪雅 擅长的这个码表机芯了 再给你看一个更狠的货 前面这两款啊 是不是想到了 刚才我们就开始介绍 那个Dashboard的那些造型啊 没错 这个现代的机芯 做到腕表上 Dashboard的造型呢 来勾起对历史的这个联想 但是我要说的很活 不是这个 而是里面这个 里面这个是Monaco 然后追真即时 这个活狠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在日马表展 临回来之前 也没有看到这款表 而且这个表呢 在我们拍摄之前 刚刚放进这个展柜 我们仔细看一看 它的狠的什么地方呢 因为作为复杂功能维度来说呢 它用的是追真即时 你看我们的采访 就知道了 不是我说的 追真即时的复杂度 远超脱飞的远超万年利 泰哥豪雅啊 在这个精准性啊 还有这个运动即时方面 今年它出了这么一个杰作 传奇的摩纳格即时表 配上了高复杂的追真即时 而且这个表壳也是很革命性的啊 表壳机心 大部分零件都是钛的 当然油丝不太可能是钛的 不太确定 关于这款表的开发背景 和它遇到的那些挑战 欢迎你看我们另外一个专访 我们专访了泰哥豪雅的机心总监 问问他 请他跟你分享一下 他开发这个追真即时的时候 遇到的挑战 这个摩纳格追真即时啊 这真是天花板级的东西 我觉得也是天花板级的客户 才能消费得起 美女你好 你好 请教一个问题啊 我看这有一个签名 这是谁的签名啊 这个签名来自于马斯维斯塔潘 是现在天才型的一个赛车手 非常的厉害 他为什么在这签名啊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 这个上海维斯塔潘 因为泰哥豪雅作为 红楼车队的一部官报计时 并且也是有赞助红楼车队的 所以说有这样子的一场活动 OK 那我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啊 就是因为我们的粉丝里 很多是要看这F1的 要是想获得这维斯塔潘的签名 有可能吗 这个就到店铺来体验一下 我会给你们准备惊喜的哟 对好的好的惊喜啊 他说的啊 OK后面这张F1啊也是1比1的 不过有一点 维斯塔潘确实它在这照了张像 另外说一下维斯塔潘签名和照相的时候 那个同款表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那款 Success成功之表 或者叫护身符 或者叫幸运符 其实这个活动大家都不知道啊 这里边出现的那些表款 很多都是博物馆级的表款 我们上次在泰克华雅的博物馆里 都很难看到 很难有机会看全的 今天在这里全展示出来了 所以喜欢F1 喜欢F1技时的朋友呢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另外我看完那时候 我觉得啊 从这个产品来看呢 泰克华雅跟F1的结合 跟其中的结合还是非常紧密的 再一个呢 从它那个百分之计时啊 还有追真计时啊 包括最新款的这个摩纳哥 在追真计时啊 都能看出来这个泰克华雅 它在这个精密计时这方面的话 确实是有很独到的成就 尤其是我们最近采访 它这个机型总监以后 更加确认了它这方面的实力 OK 就先这样 谢谢你 有什么问题 欢迎跟我们互动起来 拜拜